骑楼内男子富商跑了出来 看到一辆计程车 一开门就要坐上去 却发现怎么问奖不在车上 专身往一旁逃窜 而后方还有人在追他 双方就在马路上追逐叫嚣 惊动了住户跑出来查看 没多久救护车也来了 因为跑在前头的张姓男子被打伤 他左眼淤血受伤挫伤 面骨骨折 控诉被打成猪头 但他怎么会被打伤 铁锤把住家门铃敲坏 家门口到处都是民旨 被打的张姓男子 跑来前女友住家打闹 不只住家张姓男子不甘心分手 多次跑来前女友的租出 又是泼漆砸毁机车 甚至砸破玻璃 夸张的是男子这回变本加厉 找不到前女友就带着铁锤 明指跑来大闹 被警方带回派出所时 却说自己被打伤好无辜 要提出杀人未遂的告诉 而女方家人反驳 说自己先被打伤才会出手反击防卫 那男子拒绝就医 也拒绝陈述他的身份 并查出该名男子是通缉了身份 张姓男子曾因为假冒检察官诈骗案 依照卫造文书判刑一年六个月 假释出狱又涉犯了毒品案被通缉 这回因为感情纠纷 大闹前女友的住家被打伤 双方互相提告 而被害女子只希望还给他平静生活 记者杨周深受奖新不收到